大家好,我是李琴 我的师父是西亚南达大师 从昨天到今天大师的开示 给我的冲击非常非常大 不是说这个开示多么长 但是里头那种很多颠覆性的东西 对我冲击真的蛮大的 我先来分享一下昨天的那个金钱 就是叫什么财神 财神点化之后呢 大师以财神的状态能量来回答一些问题 同修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得到了一些蛮有用的一些信息 在这里我稍微做一下分享 首先你的生活是你认知的闲化 也就是说你相信的 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些认知是非常美好的 你有那份淡定的相信 相信是给你力量的 然后呢 你就会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如果你内心充满了抱怨 你就会有充满抱怨的生活 就是你的认知直接显化在你的生活里头 这个在过往的大师的开示和一些上课的视频里头呢 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类似的东西 这个本身不是很新 但是后面比较新的呢 就是说在这次冠心病毒之后 整个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一些 非常 非常奇妙的变化 就是从原来的非常物质的一个世界 进入了一个非常精神的一个新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里头很多 很多财富观 创造财富的方式 包括职业 都会出现一些重新洗牌的一种状态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大师讲 在未来的社会 不是一个什么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而是一个责任主义的社会 就是说你要有责任心 为自己负责 为人类负责 为他人负责 这份责任心会给你创造财富 还有呢 就是一致性 一致性 良好的一致性 可以给你创造财富 还有生命能量 唤醒生命能量 昆达尼你打开 可以为你创造显化财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内心强大的人 活在有觉知的意识当中的这些人 是最美的生活策略 也可以给你创造美好的生活 所有这些都是 都不是在二维逻辑下形成的 都是在宇宙多维空间里头的 一些多维逻辑的产物 好 这是昨天财神 点话的时候 大师回答问题 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概括 应该讲 很可能挂一路吧 那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这里头的信息量 已经满大满大的了 分享给你 希望你也能从中受益 因为在这次的帕鲁莫斯沃汉 第三期这个课堂里头 大师将大量的 会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吧 就是显化金钱 因为过往 过去世界的创造财富的方式 在未来世界里头 很可能已经行不通了 它有新的高维度空间的创造财富的方式 或者是宇宙逻辑的创造财富的方式 所以呢 这次的第三期 帕鲁莫斯沃汉课 非常值得期待 你值得拥有哦 谢谢你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